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除了王 博带来的巨大流量 颠覆以往形象的陈小也将 另一大亮点 第一次知道陈小是刘德华和李冰 主演的电影《通天帝国》里的演员在这部影片中 小虽然只有几个镜头 但他那帅气 邪恶的面孔 气质却让整个画面大吃一惊 冰与火将成为王 博和陈小的转型制作 在随后的岁月里 陈小伴 得很多角色 无论是吕真传中的高战 还是大秦 国 都离不开名门这个范畴 所以 这一次 陈小伴 了一个遭受了多次沉重打击的缉毒警察 却一 没有忘记自己的心 让观众重新对他产生了心 同样 这个角色也是一个冒着生命危险潜伏在 独集团内部的孤独英雄 对于陈小来说 这种癫 之前形象的尝试如果成功 无疑会拓宽他的戏 让我们拭目以待具体表现 王一博 无论你承认 否 目前都是毋庸置疑的流动演员 但是流动者 不大戏 所以这两部剧可以说是大制作 包括王 松和张志坚 还有黄轩 陈小 刘亦军等终生待忧 演员 如果王一博 艾伯作为一个敬业的人 能够 见前人的闪光点 成为一个优秀的演员也不是 可能的 换句话说 这部剧也可以说是艾伯的转 制作毕竟艾伯出道后就没演过这种类型的作 所以大家都很期待 《冰与火》中 艾伯会和陈小有 多对手 但艾伯能否自如应对则是另一回事 对 来说也是一个很大的挑战 在这种类型的戏剧 女性角色较少从演员阵容可以看出 将有两位 演员加盟这部剧《集合照》 郭小婷因参演《真自白》 虎妈猫爸等作品 另一位是赵昭仪 1999年出生 影视 夜心演员她曾在《一夜新娘》中表演出色 演技部 清楚 但是她的面子价值就不好说了 尤其是她 眼神 妩媚的仿佛会说话 可以说 她的面子价值 是很高的 有望在《冰与火》中表现更出色 广播时 可以提前 目前这部剧已经播出在某平台上 《冰》 火预计6月下旬播出之前报道是7月 所以提前 吧 而且 我们下期之后 不幸运 到曾ous 着 我想 画了 别 equality 钥岸 不 性 过 我们 我们 优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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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优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